卡拉選單 點下去之後 要能夠自動判斷它到底是哪一個項目的話 那做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類似這樣 或者你也可以寫出一個制定函數 那這裡的話就是 一幅裡面再一幅 一幅裡面再一幅 所以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呢 是這個一幅 然後後面的瓜糊在這裡 那如果先從玩具開始判斷 如果它是玩具的話 然後它就是399 那反之的話反之就這一串 所以再判斷 再判斷就是這邊 再判斷就是說 如果它是茶的話499 如果它是CD的話就100 如果它是書就299 如果它是糖就50 那如果其他除此之外就空字串 空字串就是什麼什麼都不做 OK 就這一串 那當然各位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判斷出 它是哪一種 OK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這種做法 太冗長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剛剛是怎麼做的 我剛剛是這樣 就是 都複製貼上就好了 首先的話第一個插入函數 然後用一幅對不對 確定之後的話 這一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玩具 那就是 給它一個 金額 玩具 一般是這樣 如果它等於玩具的話 那就是它玩具的價格 399 那再來就是說 第二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總不 自己在這邊打的話 其實很辛苦 我的做法上 我先給它一個空字串 就是最後的那一個 判斷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這邊的地方的東西 先把 一整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C 有沒有 再把它貼到哪邊呢 貼到裡面這邊 貼上去 那總共有五個判斷 總共有五個嘛 所以再貼上一次對不對 再看到空字串 再貼一次 再看到空字串 再貼一次 總共再貼四次就對了 所以1234 再一次 5 5貼上去 然後呢分別把 這些改成什麼 改成需要的 判斷就好了 我不知道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不需要 不然你說叫人家一氣呵成全部打出來 是可以啦 只是說太辛苦了 我是用這個方式 反正你就先做一個 後面的用貼貼貼貼貼貼 你不要貼錯 只要你不要改錯 最後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吼 是其一 这个判断也可以十个做出来 只是说一般人可能 光看到这一串都已经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怎么做出来 这要打出来不太容易 当然这种做法是其一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这就做完了 这个顺序其实没有关系 反正他判断不到这个他就判断下一个 判断不到就换下一个 反正总会判断到就对了 OK好那接下来的话完成之后 接下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单价是来自于 这个来自于这前面的 然后可以判断出他所以这个单价 会自